阿里雷雅 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至三十节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节至三十节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 夫子有古卷做良善的夫子 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有古卷做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善以外 没有一个良善的 你若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诫命 他说什么诫命 耶稣说 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又当爱人如己 那少年人说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放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 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我又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真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 门徒听见这话 就稀奇得很 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神的都能 彼得就对他说 看哪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 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在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伊色列和十二个支派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父亲 母亲 由古卷天妻儿 妻子 儿女 田地的 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然而在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阿们 我们一起来当够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今天主所允许的耶稣基督之名 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拯救之名 是我们永生的天父 是创造我们的神 是永远的我们的通知者 我们今天因着信心来到了主的面前 愿每个人都能因着与主的约定 都因着是主的子女得着主的祝福 愿每个人都能明白主的真理的话语 愿每个人都能去改变自己的那不正确的生活方式 无论是在哪里 无论是做什么 都能去寻找 都能去走那永生的道路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命大高 阿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在当时的战争当中 有一个是非常伟大的人 麦加德 是美国的当时的是一个将军 当时这个人呢 他认为他当时能得到胜利 是因为约翰福音当中 约翰福音当中的一个话语 他说 主能让我胜利 我是因为这主的话语 因为主对我说 信我的都会得到永生 都会得到那永永远远的生命的 信我的谜就会得到永远的生命的 那么 这麦加德呢 当时就相信了主语他的约定 说 如果相信主的谜 那么虽然是死的 但是这个死会让你会永远成为永生的 那么他是 因为当时是一个军人 虽然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呢 就参军了 在战争当中呢 他呢 也是有过几次的生命的危险的 有过几次的危机的生命的 但是当时 虽然是个很危险的时候 虽然是子弹擦过他的身体 但是 他还是活了下来 他的同伴们呢 有几名都是去世的 但是他还是得到了 整理了他的 救了他的生命 最后呢 他呢 是 因为在这场胜利当中 是得到胜利的 最后呢 也成为了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将军 那么 可能是谁都知道 这个 这个非常有名的人的 主题就说 他是相信主的话语 他是没有害怕这个死亡 他相信主的话语 所以说 你看是死的 但是其实是活的 作为一个司令官 作为一个将军呢 他是一个 他是在战场的后面呢 是做指挥的 他会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职位的 但是呢 当时的这个将军呢 他却是没有是 坐在后面 坐在后方呢 是指挥别人 而是他站到了 战争的最前面 他是一直是 说 是要来跟随着我 大家如果可能是 都是知 大家都可能是知道的 在韩国战争的时候呢 在仁川上路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 他是知道的 他们是亲自 首先来下船 来上岸的 大部分的将军 大部分的司令呢 都是因为是 因为是自己是指挥官 都会在这个后方的来指挥别人 但是这个将军呢 他却是没有这么去做 而是自己站到了 最战争的前方的 他是相信 主会保护他 麦加德将军呢 他无论是在什么样的 环境当中 他都是没有后退 他是没有畏缩 他一直是在平常当中呢 也是 一直去做 祷告的生活的 他说 我是相信 这个主的话语 他才有了这个生命的 他呢 作为一个父亲 他给他自己的 他作为呢 他作为父亲 他呢 给自己的儿子 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说 嗯 我们一 他呢 希望他的儿子能记住 他的父亲 一直是 屈屈一层的面前 向主 来祷告的 那么这个将军 他虽然是有名的 但是 他对他的儿子说 我 我希望你能记住 对父亲的印象呢 就是说 一直是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 环境当中 我希望能留给你的是 一定有屈屈一层的眼前 来向神祷告的 希望在这的每一位呢 也都能是 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呢 去找一下 去寻找那永生的 这个主的生命 也希望你们能一直来过 一个祷告的生活的 这往后呢 也是同样的 在传导书第九章当中 也讲到 在传导书当中呢 也讲到 活着的 活着的人呢 是知道彼此 死了的人 毫无所知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 那人还有指望 因为活着的狗 比死了的狮子更强的 那么就算是狗 但是这个活着的狗 是更强的 死的狮子是并没有用的 那么在圣经上 是什么意思呢 无论是谁 所有的人都是比狗 或者是狮 所有的人都是会想 狮子是比狗强的 但是就算是狮子 但是如果这个狮子 如果是没有生命 如果是死的话 那它是连狗都不如的 那它是连狗都不如的 在这里想对大家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是生命 当然 就算是狮子 就算是动物之王 狮子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如果就算是狮子之王 动物之王 但是如果它没有生命的话 那是没有用的 如果这个狮子 如果这个狮子 如果是没有生命 不过它是死的话 那它是没有用的 那么就是说 在这里呢 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想一想 现在沈慕斯 站在这个前面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 如果是现在 站在前面的 只是我的衣服 如果没有我的身体 如果没有我这个灵魂的话 会怎么样呢 你们原以为是 沈慕斯 站在这个前面的 但是 你们在打起精神一看呢 沈慕斯 并没有站在前面 只有衣服 挂在这里的话 那会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 这样的日子会不会来 可能是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呢 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的事情 有的人 可能是每天每天生活 努力生活 是为了自己的名誉 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权 或者是为了钱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如果哪一天 你的声明突然是停止了的话 那么你现在努力 所得到的那些荣华和富贵 你所得到的那些荣誉和那些权能 是对你到底是不是有益的 你一定要反思一下 义务所有的人 和拥有荣华富贵的人 那么这两者 比如说在死亡面前 都是同样的 都是义务所有 都是会空手而去的 都是会空手而走 而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在日本呢 去过好几次的火葬场 每次我去的时候呢 我都会感到 人的生命呢 确实是非常 那些空虚的 虚有的 在火葬场呢 要烧这个尸体之后呢 要花两个小时 那么在烧了这个尸体之后呢 就会出来几块几十块的这个石头的 只有会有骨灰出来的 有的人呢 他在生前呢 是香了这个金牙 那么可能会有金子出来的 但是他们当时的工作人员呢 会把那个金子给拿出来的 他们是不会拿走任何一个东西的 那么把那个骨灰呢 放到一个小摊子当中 那么一个身体呢 一个身体一个生命呢 仅仅是能装到这个 装进这个小摊子里 然后给包上拿走的 曾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人 非常有名的人 非常有钱有钱的人 但是最后呢 只能是变成一个骨灰的 只能是变成一堂骨灰的 那么在这个 放进这个小摊子里面的 并没有钱 悬和荣华富贵的 这就是人生 人一旦出生之后呢 人一旦出生之后呢 就算是 人一旦出生之后呢 出生在哪个家庭地 或者你能所选择的 你不能回头 你不能重新又回到母态当中的 而是你一定要勇往直前 一定要一直往前努力的 那么有的人呢 不仅仅是 就说我们的生命 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的 最长一百二十年 而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结束之后 还是要有那永永远的生命的 那么在一个人当中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那么在一个人在母胎的时候呢 你就算是不努力 你在母胎当中 十个月的期间 你会通过这个母胎来接收营养 你就会通过这个母亲当中呢 身体当中的来接收营养的 每个人呢 你就算是 再想在这个母腹里待着 也是不可能的 只能是待十个月的 有没有人举手说 我在母胎里待了三年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是不可能的 就说你不想出来 你也得出来 到了时候你就得出来的 那么同样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算是 再想在这个世界待着 那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你就要 走到那永永远的世界当中 那么在那里呢 你就算是不想去 你也点去的 有的人或许去那永永远的地狱 有的人或许会去那永永远的天国的 那么去天国的人呢 会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所做的 他们所做的一切 在天上会得到冠冕的 那么在天国 去天国的时候呢 没有拿冠冕的时候 光身子的人呢 他们在天国也只是能 只是光的身子的 但是拥有冠冕的人呢 他们会在天国当中 得到这做王的作为的 在那个世界当中 是永永远远的 那才是真正的人生 所以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生命 耶稣呢 来到这个世上 创造了很多的神迹 然后呢 相信耶稣基督知名的人 神来赐给了教人 很多的各种各样的 这些能力 和各种全能的 并且神与我们学说 相信耶稣基督知名的人 会怎么样 会给我们 很多很多的 这些约定的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 得到最大的祝福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就算是死了 但是他还是活着的 他还是会得到 那永永远远的生命的 那么这一点呢 在此后 能得到永生 这个一点呢 人也是不可能去做的 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 所有的杂神和鬼神 也是不能去做的 只有是我们 穿着天地万物动的神 才可以让人 能得到那永永远远的生命的 那么为了能得到永生 就算是放弃 这世上的所有的一切 就算是你把你所有的一切 都投资到这里呢 那也是值得的 那么这个永永远远的生命 你们绝对不要放弃 你们绝对不要放在第二位 在韩国呢 现在呢 还是 有很多的地方是推荐 土葬的 就说他们会埋下这个尸体的 这就是韩国的一个传统的 葬礼的一个礼节 那么 把这个人给埋在地上之后呢 然后呢 这个人比如说在生前 拿到了很多的勋章 就会把这个勋章呢 一同给埋在地下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 如果就算是把这些勋章 一起埋下 那么这个人去的时候 死的时候 会能拿走吗 这是并不可能的 这个死的人 只能是空手离开这个世界上的 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呢 他有我们许 在这里最重要的 最宝贵的一点就是说 你既然死了 但是也还是会得着的 虽然是死的 但是还是会得着 永远永远的生命的 这是别人并不能效仿 是谁都不能效仿 谁都不能拥有的这个那 永永远永远的永生的能力的 无论是在这个世界上 还是在那 未来的世界上 还是在那永远的世界上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是不能给任何人永生的 只有是耶稣基督才会给我们那 永远永远的生活的 这一点并不仅仅是说 口里说出的 这些虚假的空虚的一点的 而是耶稣基督 确确实实是 真正的事 虽然是死了 但是他是复活了 虽然是他是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还真正是复活了 他是去吃 他是去让别人看到 耶稣基督自己的复活的 我们 与别人一说灵魂这样的事情呢 有很多人说 灵魂的事情 这只是虚有的 那并不是真实的 但是你们要知道 这并不是虚有的 这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一个世界的 在复活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呢 2000年前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些事情 会真正显现在我们的 我们这里的 那么在那天 耶稣在连的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呢 你无论是拥有多么多的钱 你无论是拥有多大的权利 都是没有用的 这些都是没有再大的能力的 那么在这里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你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 你因着信心在天国里是存了钱 还是没有存 这才是重要的 这才会左右你的那永永远远的人生的 这就是那永生世界的一个标准 并不是说永生的生命 永生复活 这并不是虚有的 而是真正确实实实实存在的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世界的 在天国呢 并不会有那泥泥的道路的 在那里呢 是永远是最好的 并不是说是空虚的 那些模糊的一个世界的 所以呢我们在属灵方面 我们一定要警醒起来 你们是从早到晚 从早忙到晚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努力呢 主耶稣基督会赐给我们那永永远的生命 那么主耶稣是为了来给我们生命 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这才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的 你们相信吗 你的信仰生活当中 或许是能看到那 为了得到永远的生命而努力的一切呢 有的人你从早忙到晚 你就算是有的人从早忙到晚 你再努力去做 但是你的眼睛只是一直去寻找 到底钱在哪里 钱在哪里 有的人一谈起钱的事呢 他就突然会警醒起来的 你看看你旁边的人 你看看你旁边的人 他有没有红血丝 有红血丝的人 是不是都从晚没睡觉 数钱数了一晚上呢 你们看不看到过 有的人是数钱 边数钱边打盹呢 并不会有的 数钱的人 他是绝对不会打盹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 不是说是不好的 你努力去工作 你努力去生活 这是好的 但是你要知道 有比这个更好的 有比这个 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去做的 那就是说 你一定要确认一下 在你那里是否是有永生 你要知道 在你这里是否是有信心 这才是个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 你不是 不是不让你们去吃 不是不让你们去喝 不是不让你们去挣钱 去努力的 但是你们要知道 在这里 比这些所有的一切更重要的 我们要尽心 尽心建议去做 需要我们 真的是 睁大眼睛 努力去做的 那就是说 在医生面前 我们要得到认证的 一个呢 永永远 为了得到永生 而要去努力所做的一切的 哈利利亚 今天我们在马太福音 十九章当中 当年到的一个少年财主呢 他是希望得到永生的 他并不是说是想得到钱的 因为他是一个财主 他是知道永生是什么 永生的价值是什么 他知道人是需要永生的价值的 但是这世界上呢 有很多世俗的人呢 是很多的人不知道 永生需要永生的 他们认为 人在这个世界上死了 就结束了 与这些世俗的人相比呢 可能是在马太福音 十九章当中的 这个少年财主呢 他还是更加明白的 因为他是知道 他是拥有这个知识的 他呢 来到耶稣面前 他是因为知道 他是需要寻求永生的 所以呢 他来到耶稣那里说 父子 我为了能得到永生 我要做什么样善良的事 良善的事情呢 因为他知道 做了不好的事 坏事情是不可能得到 这永生的事情的 他知道 只有是做好良善的事情 才会得到永生的 但是 他还是不会 不是具体的知道 所以呢 就问耶稣说 我要怎么去做 才能是得到真正的永生呢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知道 少年财主呢 他随着次数的人相比呢 也是非常非常聪明 也是知道 他应该怎么样 他是努力去做 得到永生的 那么在座的各位 是否是也在寻求 去找到永生呢 你们是否是 只是口里说 但是你们却没有行动呢 在这个 玛德福音当中 出现的这个少年财主呢 他只是口里去说 但是他并没有去行动的 在我们周围 也有很多是这样的人 他知道永生的这个必要性 永生的是非常重要的 得到永生的必要性 但是他只是口里去说 但是却没有去实际行动 那么这个少年财主呢 他是知道 如果做坏的事情的话 他是不可能进到 得到永生的 这个孩子 这个少年财主 听到耶稣基督 耶稣对他说 那个正确答案的时候呢 那就是说 你要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卖掉 然后分给穷人 然后来跟随我 那么最后这句话呢 他是没能去做的 那么这个少年财主 他是知道永生的必要性 他知道他如果做了善事的话 他是会得到永生的 那么得着 他是去做了很多的好的事情 他又是问了耶稣 他是去努力的 但是最后那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 说你要把你所有的一切 都变卖之后 然后来跟随我 那么就因为这一点呢 这个少年财主 是没有去这么做的 那么这个理由是有 是有一个的 就是说 钱 在钱这方面 他是不可放下的 他认为钱比生命 是更重要的 这个少年财主认为是 就算是我扔下生命 但是我也还是要收住我的钱的 在我看来呢 有很多的人 就是说想 就算是去棺材的时候呢 他也是 想拿着钱去的 我有时候会觉得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要去火葬场的 你们去火葬场 看一看那些死亡的人 你们可能会觉得 所有的钱财都是没有用的 这个少年财主 可能是会认为 他在死的时候 可能也都是会 拿着他的钱去走去的 但是他并不知道 这座的认为 可能会想 这个少年财主 怎么太笨了 他太愚准了 是的 你可能看别人的时候 你可能会说 他怎么那么准 他怎么那么笨呢 他怎么那么没有信仰呢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你也是同样的 你的生活也是同样的 有很多的人 虽然是知道的 明白的 他可以看到别人的 很多的不是 但是他自己 也还是有很多的不是的 就说 他可以看到别人的 很多的不是 却看不到自己的不是的 现在有很多的人说 你不要去杀人 不可接您 不可做坏的事情 要孝心父母 不可偷盗 杀人 这些都是罪 但是你要知道 你心里去想 只是去想 说去厌恶别人 其实这也是同样的 这其实也是杀人罪的 你们要知道 你讨厌别人 这其实也是一个杀人罪的 你心里就厌恶别人 这也是一个杀人罪的 有的人说 我连 这猜死 从此都不能猜死 我没有杀过人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昨天也讨厌过一个人 你这也其实是一个杀人罪的 杀人罪的 我们的神是知道我们一切的 那么就是有很多的人呢 他是当局者迷旁观者亲 他是不可能 就是看齐的人呢 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亲的一个例子 在耶稣看来呢 在耶稣看来呢 其实 你们看看你周围有没有杀人犯 你们看看杀人犯 周围有没有杀人犯 其实杀人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你可能会非常惧怕 非常拒绝去找杀人犯的旁边去做的 你会非常警惧这个杀人犯的 但是你看看周围有没有呢 你可以安心吗 当然我们EMC教会没有杀人犯吧 哈利利亚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从心里开始 真正去悔改 去说阿们 用手都没追 你们每个人都能去悔改 不要去奸淫 有的人说 我没有去奸淫 但是主对我们说 你从心里 你从心里开始 去侍奉耶稣以外的别的神 那在所理方面 这也是建议 你比如说 去侍奉耶稣之外的别的神 这就是所理的建议 有的人想 哎呀 我祷告也就那样了 就别祷告了 我再去想别的方法吧 有的人说 我先想别的方法之后 然后我再去祷告 我要做一个准备 这是因为你有两个心 这并不是说你完全是依靠神 你是说 我先去努力之后 然后去以防万一 我再去祷告祷告吧 去看看吧 你会去祷告 你会去祷告说 主啊 我这么做行不行啊 你如果能行的话 你就给我吧 你就邀请我吧 那么有的人呢 就会以防万一 他是去测试耶稣的 今天呢 从我们横须贺 花了两个小时时间呢 来我们教会 他呢 现在是身体非常的不好 但是他呢 说他如果来到教会的话 他如果来到教会的话 他一定会得到生意的 他只相信他会得到生意的 我为他祷告的时候 我为他祷告 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呢 他 那现在是身体 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 刚才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呢 他是浑身流冷汗 但是呢 他还是坚持来到教会 他是得到了生意 如果他这次 没有来到教会 向神做礼拜的话 那可能这个礼拜 这个妨碍会成为下周的妨碍的 他可能会 这些妨碍可能会说 我如果妨碍他健康 或者说我妨碍他时间 我妨碍他亲切的话 他会马上不去教会的 那我就这么妨碍他吧 所以呢 你就会马上会被这个妨碍奖的 但是因为他是得到了胜利 他今天来到教会 他是得到了胜利的 我们不要被妨碍所欺骗的 我们的耶稣基督呢 2000年这天 他虽然看是死 定死在耶稣基督架上的 但是他还是 我们的耶稣 他现在是2000年前 他是被定死在神基督架上的 但是其实他是复活 他是永生的 现在还在与我们做功德 有一个人呢 他是进了精神病的患者 精神病院的这个医生对他说 你如果去教会去奉献的话 那么你就是完全疯了 所以呢 他是相信了这个医生的话 他来到教会呢 牧师再怎么对他讲的 他还是不相信 牧师的话 所以呢 他呢 就算是在 来到教会呢 他还是一直是在精神上 非常不安定 一直是有那些幻听幻觉的 但是他是从上周开始呢 完全来到教会 来相信了 甚至后呢 他那些所有的幻听幻觉现象呢 都得到了治愈 因为他是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给我们永永远永远生命的那 永永远永远拯救我们生命的神的 好 哪三 你相信耶稣基督 是为我们而死 并且被定死在世纪 叫做而复合的什么 当然 他说 当然相信 正是这样的 你已经尝到了这个天头 但是你还不信吗 有的人说 啊 我吃完这个 我已经尝到了这个天头 但是你还不信吗 你如果尝了这个味道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个味道的 在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这里问题并不是耶稣的死亡 现在耶稣基督还是永远永远生活的 在耶稣基督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 人的这个信仰是一直在改变的 神迹 奇迹呢 只要给你一次就可以了 你如果确认到了耶稣基督是祝福的话 那么你们就不要再 你们就不要再操作 你们不要再摇动了 你们的心灵就不要在那里 摇动了 你们一定要坚信耶稣基督 我们的神 无论是在哪个角度去看 都是同样的神 无论是从上下 左右 旁边 从侧面去看 都是我们的神 都是全能的神 都是给我们拥有的认识 圣灵的天父 都是我们的主 是拥有的我们 统治我们的王 他是 无所不能的神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但是为什么你们 现在还拥有那许许多多的重担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神对我们说你们要遵守诫命的 我们的神对我们说你们不可杀人 但是你们是每天每天都去杀人 所以呢你们的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每天每天 你去犯了罪 但是你还向神说你为什么不给我 但是你要知道 这其实是你们现在是被窝鬼所欺聘的 你们人生的所有的问题 你们希望得到最基本的解决吗 那么你们首先不要杀人 就是说你们不要讨厌别人 不要业务别人 就是说你不要自己去报仇 因为报仇的事情是在于神的 那是神为我们所揍的 你不要用自己的能力 不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做的 信主的人应该做什么呢 应该去饶恕别人 你们要去饶恕别人 你们在饶恕别人的时候 你们的那些所有的罪才会得到饶恕的 你在去饶恕别人的时候 你的罪都会得到神的饶恕的 你希望你的罪得到饶恕的话 那么你们就去饶恕别人 然后你们来到神的面前 你不要去厌恶别人 你不要去杀人 如果你们这么去做的话 你们就会得到生命的 这就是圣经的建议 你们希望得到神的能力吗 那么你们就不要坚淫 什么样的坚淫呢 就是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不要侍奉别的神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不要侍奉这世事的一切 如果你去信仰 哪一个这世事的一切的话 那就算在所灵方面是去坚淫了 你如果去信钱的话 那么就是侍奉钱 如果你现在侍奉耶稣基督之外 别的这个鬼神的话 那就是属灵的坚淫 这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我们与耶稣基督有关的 如果你们与耶稣基督 来切断了生命的话 切断了这关系的话 那么你们的生命 就会也会有危险 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是有永生的一个关系的 如果这个绳子断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能得到永生 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会断了的 就算是在祷告也是没有用的 你如果希望得到永生的话 你一定要与耶稣的这个绳子 要连接起来 那么要与耶稣基督连接起来的话 你的罪要得到赦免 首先呢 你的罪要得到赦免 那么你的罪得到赦免的罪 基本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你不要体验我别人 你如果这方面得到解决的话 你的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那么这才是真正走向基督主的这个道路 那么这么做的话 耶稣就会认证你的 还有一点呢 就说不仅仅是饶恕别人 你还要去爱别人 要爱人爱乱起的 你看看 你坐在旁边的人 你看看你坐在你旁边的人 你会不会爱他如爱己呢 你不要去看别人 而是看看你坐在你旁边的人 你可能 到现在开始 你都没想过 坐在你旁边的人 是怎么样的 为他着想的 因为你 你不管 他是怎么生活 你都没想过 为别人想过的 从现在开始 你不要看旁边的人 你们就 不要这个左右来看 因为你没有爱过他 因为你没有 跟别人早想过 你看旁边的人 难道你看他是为了 讨厌他 是为了厌恶他而看吗 并不是这样吧 现在呢 希望你们能明白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说 你如果想得到养僧 那么你们应当爱人如己的 你不要去厌恶别人 你不要去杀别人 你要爱人如爱己的 你要小心父母 如果你有好吃的话 你就要为也为别人好好想 你要为别人也想一想 也分给别人一起吃一吃 这是得到永远越生命的一个诫密 你们做了这些还不够吗 耶稣就好说 你现在存责当中有多少钱 或者是你家里的保险柜当中有多少钱 有的人说 哎呀 耶稣不知道我到底藏了多少钱 可能是他可能是试探的 试探先来说一说吧 但是我们的耶稣是知道一切的 你在保险柜里所藏的一切 是不可能拿到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拿走的 我们为了来求 我们为了来拯救更多的人 你们要花在那里 要花在沉淡他们的快要耍 又何人都能材料 能什么简单 bla bla hol James 全都放在那里 在这里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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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ad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去准备 这一切 阿们 希望你们每个人 今天能 准确的去做一切 今年呢 我们要去做 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 我们要代替这一切 因为我们的神 希望今天能来祝福你们 有的人说 耶稣就在我这里 那是因为你的无知的 祝福的耶稣在哪里呢 祂是在天国的 祂是坐在宝座上 祂是坐在耶稣的 神的右边的 坐在神的右边是什么呢 祂是24小时 坐在耶稣的旁边吗 那祂是24小时 一直坐在耶稣的旁边吗 并不是这样的 耶稣 说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当中 右边是什么呢 右边是代表着全能的 耶稣是永远远远的全能者的 是统治者的 祂是在复活之后 祂现在是掌握着那个统治的全能的 在耶稣那里是拥有所有的全能的 还有因着圣灵 我们会因着圣灵 圣灵会来与我们同在的 我面前来说 所有的全能都是从耶稣而来的 因着圣灵的做工 来分给每一个人的 阿们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 阿们 现在牧师会为祷告说 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你的疾病会得到治愈 那么为什么会说 有的人去了医院也都不能治愈的 这个疾病 他来到神的面前会得到治愈呢 那并不是以为我 哪个牧师有能力 而是说是因为圣灵与你同在 是因为你的信心来得到治愈的 阿们 亲爱的各位 在你们亲爱的各位 在你们这里是有耶稣基督之名的 耶稣基督之名是永永远的生命 是代表着神的全能的 你们要相信 来相信 来祷告之后 你们会得到这个全能 如果你们两个人一起祷告的话 会两倍 三个人一起祷告的话 会三倍 四个人一起祷告的话会四倍 得到更大的能力的 那么一起来祷告的话 神会给我们更多的一切 并不是说一加一 一加一 一加二 一加三 而是二加二 三加三 会双倍的给你的 两个人一起来祷告 那么大家想想 加法和成法 哪一个会走得更快呢 那么在耶稣基督之里呢 是有很多的加减的 如果你给 并不是说给你 你中一个就给你两个的 而是说 神会给我们三十六十 或者是一百倍的 那么在生活当中呢 神有事会给我们无限的 那些更大的补偿的 阿们 这最可怜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没有生命的人 就是说最失败 最可怜的人 是没有生命的人 那么最成功的人 就是说 就算是他现在是两手轰轰 但是他是拥有最重要的 拥有的生命的 就是说 有生命的狗 比那死去的狮子 都是强的 那么这个呢 是小年小孩子 都是知道的 但是为什么基督徒们 现在有 为什么有很多的人 他们不能明白这一点呢 为什么这个少年财主 他在最后呢 最重要的 那金钱那一点 他是没能过关呢 作为基督徒 他们作为基督徒呢 有很多的基督徒 是忘记这一点的 他们是不知道 自己最重要的一点 是在哪里呢 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虽然说 我们要用信息 我们要用信息 但是只是口里去说的 他只是成天词词想 在神那里得到什么 但是自己并没有去实践的 当然 不信主的人呢 他们也是拥有很多的智慧 他们也是去努力的 但是有很多的人 一旦信主之后 他就没有智慧了 他为什么不去求神的智慧呢 为什么从信主之后 你反而是更加没有智慧呢 对 基督徒 你一定要带着这种荣耀 带着这种更大的智慧 和更大的能力 去挑战一切 去努力一切的 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没有这些自信 所以呢 别人会鄙视你 会蔑视你呢 有的人说 你就算是去教会 你怎么成天还这个样子呢 那么有的人就会非常 是没有自信的 你为什么不能去辩解 你为什么不能大胆地说 来到MC教会 我是得到了 永生的生命的 我是得到了永生的 我是得到了能力的 我是得到了权力的 我是得到了成为神的智慧的权能的 为什么在有钱人面前 你们会马上变得没有自信 你为什么会变得非常地渺小呢 你们为什么没有自信 你们为什么呢 你们的表情是失败的人的表情呢 你们就算是被关键监狱 你也要说哈利利亚 因为你要大胆地 要带着自信说 希望你也来相信耶稣 因为在我这里是永永远的生命的 那是因为你们现在对永永远的生命是没有很大的那些感觉的 因为有很多的人 大部分的人认为 比这永永远的生命更重要的是钱或者是权的 他对这个永永远的生命的重要是没有感觉的 亲爱的各位 这世上的所有的一切 你们要知道 就算是失去的永永远的一切也还 你只要保住这永永远的生命 这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可以了 亲爱的各位 你们去火葬场去看一看吧 或者是你们去医院的 医院去看一看吧 在大型医院呢 会在地下呢 会有太平间的 那么在财政方面有富足的那些大型的医院呢 你如果去地下的话 可能会有太平间的 为什么呢 当然在医院 有可能有很多 亲医院的人 有很多的人是活着出来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 也有很多的人是只是去地下的 那在医院当中 有很多的人呢 他虽然是上了年纪 而去世的 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是健康的 他们是年轻的 但是他们最后只能是去地下的太平间 这是为什么呢 就算是他有很多的肌肉 但是他因为是没有生命 所以呢 他只能是去到地下的太平间的 因为他是没有生命的 就算是他有很多的肌肉 但是他是没有生命的 所以那只能是去太平间的 为什么有很多的人 成为基督徒之后呢 他就不能明白这一点呢 他的思维不能正确呢 既然成为了基督徒 你们一定要有更正确的 这个想法和思维的 圣经上对我们说 你如果没有去工作的话 你就不要去吃 那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去工作 你没有去活动的话 那么你就不要去吃 那么我们的信仰也是同样的 我们要去行动 并不是说你心里去想 给我给我 而是说 你真的要去实践的 去行动的 所以呢 在圣经上 圣经有对他们说 你如果没有活动 没有去努力的话 你不要去吃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去活动 没有去行动的话 如果没有去实践的话 那么你们就不要去吃饭 不要去得到 我们每个人都要 因着我们的行动和行为呢 要表现给神 看一看的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 来得到祝福的一个 这就是一个 我们得到祝福的 一个秘诀的 我们的信仰 一定要从心里出发 然后用我们 用我们的实践 来完成的 阿们 我以为爱大家 或 或许有的人会对说 因为我爱你 所以呢 我要与别人结婚 那么你相信 他是真心的爱你吗 并不是这样的 会不会有个男人 对你说 我是今次生 非常非常爱你的 但是我还是为了你 我还要与别人结婚的 但是这其实 确实实是一个 非常巨大的谎言 他虽然口里说是爱你 但其实并不是爱你的 如果说你真心爱别人的话 他爱你的话 那么就会与你有成 就会与你有果实的 我们的信仰也是同样的 精神上的爱 并不是真正的爱 真的是肉体的爱 那才是真的爱 所以我们与主 也是同样的 你口里说 只剩那么爱你 我爱你 那是不行的 你真正要去行动 要去实践 这才是真正的爱的 在圣经上也讲到 那些所有的乌鬼 他们也是知道 神的存在 他们是非常惧怕的 因为这些 因为鬼是 才是最先知道 这个神的存在的 但是这已经成为 鬼的这个存在呢 他们是没有机会了 因为他们是不可能 再重新来得到生命了 我们对你说 你们要祷告 我们要一一等 每一个每个去祷告 神让我们对我们说 你们要不停的祷告 那么我们就要不停的 去祷告的 我们在圣经上 读圣经内容的时候呢 神让我们怎么去做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神不让我们怎么去做 我们就应该 不去 按照神 我们就应该 不去做那些 违背神的事情的 其实呢 这世上的基督徒 有很多很多的人 是一直拥有着 拿着紧钻的那个罪的 因为他们是不能放下这个罪 所以他们是不能体验到耶稣 他们是不可能来见到耶稣的 你们念念圣经上的内容 其实在我们的周围 有很多的人 他们是紧钻着这个罪的 他们一直是不能放下这个罪 他们是不能放下这些事情 但是你们要放下一切 你们要悔改一切 我们 该放下的时候 我们要放下 我们要来跟随着耶稣 如果你们这么去做的话 你们的命运会得到改变的 如果这么做的话 我们永永远远的 生命的这个主人 他会给我们永生的 现在时间已经是不是很多了 你们再怎么 努力去做 可能是不会站在那最好的信仰之上的 因为最好的信仰 并不是说一年两年就可以的 从现在开始 你要去努力 不管是三年还是五年 你们可能是去教会 你们都是知道的 并不是说你去了教会 你这个人就会得到改变的 并不是说你去了教会 你就会从这个当中走出来的 在这里是需要时间 需要自己去努力的 我们为了来得到神的更大 最大的认证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要去做努力了 阿们 就说 你要在这方面 你要去做更大的努力 请你求钱 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你要真正的要努力 你们要去祷告 知道你的这个嘴也会很疼 你们要念圣经 知道你的眼睛会长疲乏 这才是真正的秘诀 然后你们要去相信神的话语 并且要去实践 这个圣经上的话语呢 就像是眼镜一样的 你读圣经的时候 就算是没有洗脸 没有发呀 没有关系的 你们在看圣经上的内容之后呢 你们要看一看 回头看一下你们自己的真面目 啊这个也是罪 啊那个也是罪 啊主啊 愿者饶恕我的罪 从现在开始呢 我要按照神的道具做 那么你们重新的开始呢 就要改变为有生命的一本 你们化妆和不化妆的时候呢 可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但是在属灵方面 你们绝对不要这样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昨天我在这个照明下面 看见这个人的时候呢 我一看 我看他是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今天白天一看 怎么完全是别个人呢 咱们与昨天晚上见到的这个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说在照明下 见到的人是完全两人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难道你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吗 昨天晚上在酒吧 或者是在这个照明下面 看到一个女人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今天一看 却不是那么漂亮 在属灵方面 我们不能怎么去做 作为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呢 我们要学会说阿门 然后要让圣经上的话 有真正体验在 真正实践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如果你们生活当中 没有去世界神的话 有的话 那么你们是与耶稣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关系的 从今天开始 你们首先要去悔改 你们去厌恶别人 还有去 你没能赢去爱别人 你们要去悔改 因为你没有去爱别人 你就像是杀死蝶人一样的 你去讨厌别人 那就说 你在否认 你是神的之女的 神对我们说 最大的建议之一呢 是说 要去爱别人 在非常非常大的 那些 所有的建议当中 最重要的 就是爱别人的 我是非常非常爱 那些流浪者的 露宿者的 神给我看了 三次那些异象 我再怎么想 摸走 但是也有摸不到的 那个空间 我用我自己的能力 只能是到这里 我的能力 我的限制能力 只有是在这里 但是流浪者来帮了我 让我能够走更高的地方 这是神在 神给我看了 三次这样的异象 那是为了什么呢 那是说 因为那些流浪者来帮助我 能让我来 能够见到神 那么你爱别人 就是爱你自己 你讨厌别人 就像是杀死你自己一样的 永远的生命 是在哪里呢 我们要来守住神的话语 然后无论是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们不要灰心 你们不要可惜 你们要超越一切 来登陪神 这才是你们永生 来得到完成的一个阶段 不要说我今天很忙 我不想来教会 我与谁吵架了 我不想去教会 这样的人就像是 刚才我们念叨的 这个少年才主是同样的 一有什么样的小事情 他就会马上 会对到信心的 这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呢 如果不是因着神的能力 是不能去做的 如果不祷告的人 那是不能去做的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得到神的能力 如果你们不是 得到神的能力的话 你就算心里再怎么去想 但是你不能去实践的 我们能去实践神的话语 那并不是我的能力 而是因着圣灵的能力 来得到的 如果得到圣灵 你希望你们每个人 都能去祷告 来得到圣灵充满 要这个能力的 如果得到圣灵充满的话 你们就会去实践神的话语 就算是别人 人不能做的 但是在神这里 是可以去做的 因为神会来给我们 这个能力 神会来给我们 那永远的圣灵的 如果圣 你们不是用圣灵去求的话 那是不可能得到能力的 所以呢你们每个人 要去做最基本的 这个祷告 要多多地去祷告 如果不祷告 不得到能力的话 那是不行的 黑教会 你说啊我知道了 我会这么去做 但是你出去之后 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呢你会马上会来 垮下的 那是因为圣灵 没有与你做功 所以呢你是不能 这么去实践的 亲爱的各位 就算是 你现在像要死 像快要死了 你现在真是非常困难 但是你还要去祷告 去求圣灵 来赐感的能力 这样的话 圣灵的能力和永生 会来等待着你的 那么再来说 主耶稣基督 是死了 并且得到复活 他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 是得到了全能 他是我们的统治者 他是全能的神 你们相信吗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不吝点赞订阅